观众期待已久的背景步商学院第一节课终极开课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站外客户开发引营销 下面有请我们的金牌讲师Erica 我希望这节课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你想做美国客户的 你就可以去美国站的亚马逊里面 去收你的一些关键词或是平台词 然后你享受英国的德国的法国人就进去到对应者上面 因为他对应者每个站立他的目标客户就是他某个地区的一些客户 有可能能够直接在点击进去之后发现就是 又要退出来的话又要重新收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右击然后跳转到新的一面 这样也就不会每个点击出去 你看像这种Natural Organic Skin Care 基本上就是可以知道他是多互不平安 德国过来这些客户就一定要在下午三点开始去找客户 美国的话就是晚上九点十点你可以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早上很早的时候 你可以回复他们他们请了出去 他可以看到你的信息 这样一般我们就会去看甜蜜艾丝里面有什么信息 像甜蜜艾丝里面有个电话 什么email 这种的话你如果是能提供应该很优势的价格 他们也不会说你愿意帮你 质的身体质量是更好的 但是我们给他们的教育是比较低的 我们是一个原宠的不自由厂家之类的 那肯定对方是会有一个欲望兴趣想要了解的 因为我们在开发客户的过程 肯定就是需要去换位思考 那我就利用了他的这个公司里去谷歌自己搜索 搜索到了他们的光滑 还有他们的领域对这个公司的一些信息 要把这条件是有两种自营的 因为我是卖家 卖家自营的 那卖家自营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点进去这个卖家 其实就在场面的右边这里 如果是卖家的话 它是会有一个 这里你点击进去看 点这个卖家这个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卖家的详细信息 公司的微信 光滑地方呢 在Clay Us里面 是会有一个公司的地址带的 光滑的话肯定会带有罗箱 那罗箱就可以进去开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